張善政其實一直說農委會的那一份其實簽個保密條款 那你覺得保密條款是藉口嗎 這個現在張善政先生在講保密條款 那把保密條款當作保密條款 這當然我都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那如果是以他跟農委會所簽的這個合約來看 他是乙方 甲方是農委會 那他當初的合約條件全立法院的委員們都有看到 這當甲方認為沒有必要保密的時候 他就已經失去保密條款的效力了 那農委會一再說明說資料也公開了 那那些部分已經沒有保密的必要 所以張善政先生跟律師研究過了之後 還把保密條款當作保密符 這個是很不可思議在挑戰市民跟媒體的合約跟法律常識的一個說法 那很顯然他可能有所心虛 那想要閃躲 這並不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說法 那我很難想像說 像張善政先生這樣保守的觀念 那把這個已經失效的合約的條件拿來當作他保密 把失去效力的合約條件拿來當作他保密的一個救生所 這個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說法 我相信他的律師不會給他這樣的建議 那他到底是心虛想隱瞞什麼事情 對於這個包含週刊兩期 包含農委會已經公告這些內容 他自己是計畫主持人 五千七百三十六萬元高額的研究案 用複製貼上就來領取 然後他現在強辯說還在保密的範圍內 那甲方都說不需要保密了 我實在是不知道他現在在凹什麼 如果以他這樣的觀念來說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 未來他擔任桃園市長 那所有市府的標案都有一些保密條款 那所有的包商都說我有保密條款 我就可以複製貼上 我就可以領取幾千萬的這個研究費 這樣合理嗎 他自己都沒有辦法圓這個邏輯了 現在這個拿保密條款來當保密條款 這完全不可思議 我不知道哪一位高明的幕僚建議他的 我相信他的律師絕對不會給這樣的建議了 所以我希望說張太盛先生 很誠懇的來面對最低限度最低限度 週刊公布的抄襲了多國 抄襲了農委會 工研院 NCC的這些資料 你總可以說明為什麼吧 這是最低最低要求了 我們過去可能也強他所難了 我不曉得說當到了高階的政務官 鴻基集團的副總裁 他可以對這些事情都漫不經心 毫無研究 然後也沒有那個公開說明的能力 這個我有點覺得可惜啦 但是最低限度嘛 那兩個 兩期週刊裡面的內容 你抄了那麼多人家舉證立立 你總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吧 還是週刊凹了你的這個研究報告 你可以自己來說明 你可以請當年的團隊來說明 你可以請你的律師來說明 這些都跟當年的合約條件無關 那已經過時的保密條款 絕對不是你的救生所 絕對不是你的保密條款 你保密不是保密 已經過時了 希望你不要把它當作一個救生所來攀爬 這個對市民很不公平 對媒體很不公平 對於農委會的五千七百三十六萬的高額研究費 也非常不公平 這每一塊錢都是納稅人的公款 我希望張山正先生 還是把他當初說願意來召開說明 或者這樣的承諾 趕快實踐 選舉時間也不多 那我希望說他誠實為上 公開為上 誠懇為上 那今天黃偉翰公佈了 合約裡面的保密條款片段 非常清楚 誰在說真話 誰在說假話 黃偉會如果說 你有這樣的保密條款 請他調出當年的合約 鄭雲鵬說這是我自己一家掰的 他自己是挺超級的人 他沒有學歷講這個況 那請問一下院長 鄭雲鵬說保密條款是院長您自創的 可是黃偉翰昨天公佈保密條款內容 那院長您怎麼看 我想我過去一陣子一直跟 各界報告說我不能講太多 因為我要遵守當時合約裡面簽署的保密條款 那陳吉仲主委前一陣子說 沒有保密條款 鄭雲鵬也說保密條款是我在迴避 那今天黃偉翰公佈了這個合約裡面的一個保密條款片段 非常清楚 誰在說真話 誰在說假話 大家自己看得清楚 第一 農委會如果說 你有這樣的保密條款 我昨天已經呼籲請他調出當年的合約 讓我們社會各界來檢視看看上面白紙黑字有沒有寫保密條款 第二 鄭雲鵬說這是我自己瞎掰的 我很建議鄭雲鵬 利用他一把委員的職權 也跟農委會教育這份合約 看看上面有沒有寫保密條款 鄭雲鵬的辦公室今天說 就是這對比您過去大談誠信來看 好像有點痛心 我覺得他才奇怪 他自己是挺超級的人 他沒有全力講這個話 我們可以帶來的 我們不在乎 我們不在乎 這個話 我們不在乎 為了 提告的对象是郑文燦市长 郑玉鹏委员 控诉了项目的诽谤 跟力图使人不当选拖 我绝对不是假盗选 这么多清楚明白的资料 摊在前面还讲那样扭曲的话 他不知道是笨还是坏 真也说瞎话 你说他说我是假盗选 我想有这么多清楚明白的资料摊在前面 我绝对不是假盗选 反而有这么多清楚明白的资料摊在前面 还讲那样扭曲的话 他不知道是笨还是坏 这个其实在第一时间就厘清得非常清楚 那个计划的本质就是引进国外的农业科技薪资 让我们国内的农业单位消化吸收 转化成他们未来的研发的政策方向 所以既然要引用国外的科技薪资 当然会摘取国外文献的精华 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逻辑 我想在网络上面大家都看到说 这个是张飞打月飞根本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怎么看董委会有不成立调查 小组身上没有什么必定的话就不怕什么调查 因为我们看了 因为现在的最新民调显示 您目前又是领先对手的这个郑运棚 不过如果郑宝卿一旦参选的话 你们两个支持度都会为服沙仗 两个白费店 民调给我们是非常好的参考 但是即使我们领先 不管领先幅度是多少 我们仍旧必须每一天都战战兢兢的继续往前走 我们不会因为民调稍微领先就有所松弛 到选举最后一秒钟 我们都会继续打拼 让我们的乡亲了解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政见 因为昨天像时代力量的议员参选人 就说您的竞选团队里面有蛮多是有 可能过去有一些背景或前科 那这个部分您要不要再帮我们简单讲一下 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我们这些团队成员只有一个心 团结在一起打赢年级的选战 不好意思 我现在从来来可以在这个地方的部分 帮我们说得更清楚吗 就是对上去谁还有用什么样的推荐 还要预计什么时候的推荐 我刚才有说过我再重申一次 我们提告的对象是郑文燦市长 还有郑运鹏委员 提告的控诉的项目 就是诽谤跟意图使人不当选 我们已经组了一个律师团 很快会到法院去提告 但是民进党批评说 这五千七百万剩下的税前 这些计划确实高比例的听天 您身为学者可以接受吗 然后包含他们也批评说 宏迹可能就是受害者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他们是睁眼说白话 睁眼说瞎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